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念水笑 第二百七十九章 十死无生的失落沼泽 落虚的边缘就是失落天虚 对真莫大陆的修士来说 失落天虚中并没有什么好东西 但别看失落天虚中没什么好东西 但这里头却是极其危险 就算是真神净强者进入其中 也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 所以躲到落虚的修士 一旦还有人追杀过来 一般都会逃入失落天虚 很少有人追杀仇敌 会追杀到失落天虚里面去的 此刻在落虚的方式的一处 极其偏僻地查识 正有两男一女坐在角落之中 启哥 我听说失落天虚的危险比去星空战场还要可怕 星空战场也许还有活着的机会出来 去了失落天虚 活着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啊 那名女子打破了沉默说 这女子肤色略黑 两只眼睛大而明亮 眉毛也极浓 看起来倒带着几分鹦鹉气息 叫启哥的男子长相不俗 脸色古同 但此刻他的眼里却充满了落寞 神色甚至还有些漠然 启哥 你这样颓废下去也不是个法子 我觉得荣和师妹说的也有道理 凭借我们三人的修为 记住失落天虚 必死无疑啊 见启哥不开口 另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倒是主动说道 他的样子看起来颇为惊悍 启哥终于回过神了 他叹了口气说 唉 容美兴疼 这次是我害了你们两个 叫兴疼的惊悍男子连忙摆了摆手 启哥 你家人不说两家话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还是想想如何躲过景家的人再说吧 启哥眼神一整 终于震足了一些来 景家势力如此之大 我们除了去失落天虚 没有任何办法 听说穿过失落天虚 可以到达失落大陆 只要到了失落大陆 我们必定可以立足 只要我们能够到达失落大陆 我旁气发誓 有一天必定带你们回到真末了 兴疼文言叹了一口气 启哥 不是我要打击你 先不说以我们的实力 想穿过失落天虚 几乎是痴人说梦 就算是我们运气爆棚 真的穿过了失落天虚 那我们在失落大陆 又能有什么出路 我听说失落天虚的修真文明地下 几年前 星帝山还带了一批天才修士 来到真末大陆 若是哪能有更好的发展 他们又岂能来我们真末呢 旁起看着另外一样人 逾气极其认真地说 你们错了 失落大陆 也许没办法让人成就人间先王 但是失落大陆并非优势处 我们修为不高 在失落大陆 更是有机会 为何 荣和也疑惑地说 尽管他相信旁起 不会骗他和熊星藤 但他对旁起说的话 还是非常不解 正如星藤所说 如果失落大陆的修真文明 真的如此之强 那些顶级天才 为什么还要来到真末大陆呢 旁起沉生说 我问你们 你们知道 人榜第一是谁吗 不是眼阳男吗 荣和和熊星藤都非常奇怪 这个第一 随便哪个修真城市都可以看到 大哥还这么问 是什么意思呢 庞奇连忙说 我说的不是现在的人榜第一 是上一人第一 或者说 星帝山的人榜流明排行 也就是人王榜上的流明排行 秦哥 你怎么知道星帝山上的人王排行 熊星藤惊讶地问 人王排行 指的是历届人界榜的第一组成的一个排名 这个排名 完全是按照历届人界榜第一的实力来的 只有进入过人界榜第一 才有资格登上这个排名 和人王榜同样的 还有帝王榜和天王榜 不过人王榜和人榜完全不同 人榜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 人王榜存在于星帝山最深的地方 除了极少数的几名强者 没有人能知道人王榜的排名 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人王榜的存在 正因为如此 熊星藤才会惊讶不解 齐哥 我想起来了 上一任人榜第一是一个很古怪的名字 叫散修2705 荣和忽然开口 庞奇点了点头 荣妹说得不错 上一任人榜第一 就是散修2705 古绍尹你们应该知道吧 散修2705 就是打败了他成为了人榜第一 你们认为古绍尹强不强大 和现在的人榜第一 艳阳男比起来 谁更强一些呢 嗯 应该是古绍尹强一些 熊星藤认真地说 他见过古绍尹的比斗 那种强大的实力 让他难以兴起和他打斗的想法 庞奇继续说 我也认为古绍尹强大一些 因为古绍尹上过人榜第一 所以他的名字在人王榜上也留下 我偶然一次听人说 古绍尹在人王榜排名可是进了千百 古绍尹进了千百 那打败古绍尹登上人榜第一的散修2705 肯定也进了千百 可是奇哥 这和我们去失落大陆有什么关系呢 熊星藤皱眉 庞奇继了口气 欢欢地说 因为这散修2705 就是失落大陆的 当初古绍尹 就是在失落大陆和散修2705比斗 据古绍尹回来说 散修2705的实力远超于他 没有用任何的阴谋诡计 完全凭借实力战胜了他 什么 散修2705来自失落大陆 荣和和熊星藤同时震惊出声 失落大陆这个修真文明落后的地方 居然会出现散修2705这样的强者 他们一直生活在真末大陆 自然知道人榜第一代表什么 别说人榜第一了 只要能进入人榜的前百 那绝对是强者中的强者 庞奇点了点头 这次失落大陆的天才修士 来到真末大陆 其中并没有散修2705 散修2705如此强大 为什么不来真末 我想了 肯定是他认为 在失落大陆修炼 并不会比真末大陆差 连人榜第一都可以留在失落大陆修炼 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去呢 他稍稍顿了一下 见雄星藤和融合都是一脸的震撼 这才继续说 而且我还有一幅从失落天虚通过 前往失落大陆的线路图 只要我们不陨落在失落天虚 最多只要半年 我们就可以抵达失落大陆 齐克 就算有限路图 我们还是很难活着到失落大陆呀 雄星藤有些心动 不过他仍然显得十分的冷静 庞奇惨笑一声 我何尝不知我们三人去失落大陆 是九死一生 可是我们有选择吗 我敢肯定 再过一段时间 井家的人就会追杀至此 到时候 我们还是要亡命失落天虚 我得到的线路图 可以绕过绝大多数的危险 只要我们到了失落沼泽的边缘 然后渡过失落沼泽 就等于半只脚踏进了失落大陆 齐克 失落沼泽我听说过 进去那里的修饰 基本上都会被沼泽吞噬掉 没有人例外 荣和带着一丝担忧地说 庞奇正想说话 脸色忽然一变 我们赶紧走 井家的人又追来了 凶星藤站了起来 齐克 那叫去失落天虚吧 失落大陆出了个三修二七零五 谁知道能不能出第二个 正如齐克你刚才说的 只要不死 咱们终究有一天杀回来 话说两头 哄的一声 浑厚的原理在无数次周天逆转之后 终于再次冲破了智谷 若不是无法在沼泽中站立 莫无忌即会要站在沼泽上嘶吼一声 自从陷入这沼泽之后 莫无忌就无时不刻不再修炼 他也不知道在这沼泽中是度过了五个月还是六个月 这一刻他终于突破了圆丹十一层 紧急到了圆丹十二层 这沼泽还有多久才能走出去 他还不知道 但此刻的莫无忌却魂不在意 也许有一天 他会在沼泽中突破圆丹十二层 跨入真正的真狐之境 诶 失落沼泽中那是什么东西啊 一名俏丽的少女 忽然看着失落沼泽中 惊异地说了一句 在这少女的身边 还有一名美丽的少妇 和一名中年男子 无论是少妇还是中年男子 周身都是气势环绕 显然都是实力强悍之人 有人来了 中年男子并没有在意沼泽 而是看向了身后的一片戈壁处 原本惊异的少女 也被吸引了目光 他们随后就看见两男一女 迅速朝这边过来 齐哥 慢点 前面好像有人 过来的三个人 正是三月前离开洛须的 庞启 雄星藤 和荣和三人 庞启眼光最为毒辣 他经历的事情也最多 他一看站在 失落沼泽边缘的三人就知道 这三人来历非同小可 他赶紧上前 对那少妇和中年人 躬身一礼 散修庞启 见过两位前辈 无意中冲撞了前辈 还请见谅 庞启躬身失礼 跟在他身后的雄星藤和荣和 也连忙躬身失礼 还有我呢 为什么不失礼 少女见庞启行礼问候中 并没有带上他 顿时不高兴地叫了起来 子涵 不要乱说 少妇呵斥了少女一句后 这才转向了庞启三人 几位 难道是要进入失落沼泽吗 要知道进入失落沼泽中 可是死无生 失落沼泽 没有生命存在的 来到这个地方 显然是直奔失落沼泽而来 而叫子涵的少女 在听到失死无生的时候 她叫嚷道 姑姑 谁说失死无生没有生命啊 那我刚才看到的 不用等她将这家伙说完 众人全都震惊地盯着 失落沼泽的边缘 一个浑身是泥 只有两只眼睛 还很明亮的泥人 正站在失落沼泽的边缘 显然 她是刚刚从沼泽之中处了 不朽凡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